最後的話,我想我們就是把它做個Ending 之後回去的話,我想還是一樣,我會把影片再轉檔上去 請各位細節部分沒看到的話,回去再稍微做一下練習 所以最後畫面再借給我一下 那我們最後的話,就是把它今天講的重點再回顧 當然第一個,我們就是利用那個折線圖畫出那個歷年治安有沒有變好的圖 所以回去試試看 另外最好就是說,可以的話除了可以練習這個範例之外 看看能不能直接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去找一下其他資料練習 那當然你可以針對是你有興趣的資料來練習 當然建議各位說,最好找那個什麼,那個檔案它的格式是CSV的 裡面你們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 或者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你乾脆就找什麼 不一定住宅切到,你可以是汽車切到,機車切到 反正相關的東西都可以 然後呢,另外哪一區的切到按鍵最多,哪一條路的切到按鍵最多 那因為要得到這樣的數據,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樞紐分析表 那很快的可以怎麼樣,幫我把它繪製出我要的圖表出來 那今天最難的應該是那個路接到這個地方 那路接到的話呢,其實我們就利用什麼 利用這三個函數,其實也是上個禮拜我們都講到的 那只是說把它融入進來,那這一招我覺得還蠻管用的 以後的話甚至不用寫程式啦,反正你就是不確定頭是 那個位置在哪裡,那只要你找得到那個相關的關鍵的字 跟尾巴那個字,中間的東西抓出來 其實都可以利用這一招 只是說你可能還要在熟練它一下 那其他的話呢,就是圖畫出來 延伸的話請各位自己再去針對其他的範例去做練 其他還有像這個沒錯的時間的切單哪一個時段 小偷最喜歡偷那個 然後呢,哪一區跟接的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我是有畫一個交叉分析圖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不妨可以看一下 類似像這樣子 哪個時段,哪一區的切到最多 你可以發現喔 不同時段的切到的狀況也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像這種複合式的直條圖 它其實就是,它又有數量,然後又有比例 那其實這樣看就蠻清楚的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不同圖形 去呈現某些資料,真的就恰到好處 一看就清清楚楚,最棒了 我想老闆應該最喜歡這樣 你要幫我畫出一個,我一眼就可以看 所以視覺化最棒的結局就是 你怎麼樣用最簡單的圖形去呈現最複雜的數據 那這樣就厲害了 這就是每個人功力啦 所以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那最後的話就是什麼 再去撰寫VBA 那VBA其實當然喔 我們有做幾種方法 我們今天最後只有輸出公式 這一欄,1、2、3 最後這個比較困難一些些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不要輸出公式 我要輸出結果 這個因為今天時間關係沒辦法講 所以你們回去可以最後再練習一下 OK 這個我想今天大概就先到這邊 記得喔,最後我再提醒各位一下 這個檔案喔 它是CSV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你已經寫了VBA 寫了一些東西 而且有多個工作表 記得你不要直接存檔 因為你剛剛的東西就會全部消失了 直接存檔成CSV是存文字檔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另存新檔 一定要記得齁 把它改成什麼 叫做啟用巨型的活業簿 如果你沒有存正確的格式的話 跟各位講 你剛剛寫的東西 你做的動作就會全部消失 對,我已經消失了已經 真的喔 OK 那可能我剛剛沒有提醒你們 以後如果你不管CSV檔 你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裡面有VBA的話 記得一定要啟用巨型 但是如果裡面沒有VBA 你就不一定要啟用 你就是選那個上面這個就可以了 選這個有沒有 博業簿這個 這個是沒有巨型沒有VBA的 那如果裡面有寫VBA 請你一定要選這個 啟用巨型的博業簿 不然的話呢 你之前所做的東西就全部消失 而且就不回來了 OK 所以這一點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它存檔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那今天的話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 也許把這一題告個段落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要講 日期時間函數的第三個單元 因為邏輯我們講蠻多的 我想我們下個禮拜 也許就直接來看日期時間的 OK 那請各位回去可以再多多練習 那至於有其他的範例檔 不太清楚 我建議你可以延伸性多多學習 建議一定還是要多花時間 因為像 如果你今天講的東西 實在是 感覺還是不太熟悉 尤其VBA部分 建議多練習啦 OK 好